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甲乙瓶分別投擲一顆公正的骰子一次 一個骰子他有六種點數 一到六 此三人值得的點數分別是ABC 那麼第一小題 他說滿足這個條件的機率為何 我們曉得我這個可以把它展開來 展開來我就A加B 乘以A減B 乘以B加C 乘以B減C 這個等於零 那這個一定是大於零 為什麼?因為這個都是點數 點數沒有負的 這一定大於零,這一定大於零 就消掉了,因為等於零,所以約掉 約掉就沒有了 那沒有了以後我們就曉得 這個就是要嘛這個等於零 或者是這個等於零 就是A等於零 或者B等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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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三個人值數的點數 如果A跟零 假跟零一樣的話 這個事件我叫做 A事件 那零跟零 直數的點數一樣的話 這個事件我叫做 B事件好了 那也就是說 是A或B發生的事件 就是A或B發生的事件 就是A或B發生的事件 那這機率等多少 這機率等於 這機率等於 就是這個 PA加上PB 加上P 減掉 減掉P P呢 A交V 就等於 因為A連B 就等於 等於 等於那個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NA除以 NS 反正就是這個公式 這個 我們講以上有 PA連B的話 等於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那這個事件 就是A等於B的 那個事件 PA的話呢 它機率多少 A等於B的話 就是說 這個什麼 這個A的話 它有幾種點數 它有六種點數 B的話 有幾種點數 B也有什麼呢 有六種點數 好 那這個A事件 是A的點數 跟B的點數 一樣 A的點數 跟B的點數 一樣的話 有幾種情況 有六種情況 同1 同2 同3 同4 同5 同6 所以有六種情況 你會說 你怎麼不考慮C 因為什麼呢 因為只要這個成立就可以 那C的話就不管 那你要管也可以 你要管的話就是說 A等於B 那C的話 C就隨便 隨便的話 就是有六種情況 乘以6 那這個的話 就A有六種情況 這個 就是Ns Ns的話 就是說 就是說 那個 所有的狀況 所有的狀況 就是說 假有六種情況 乙有六種情況 就是這個 阿平有六種情況 所以是6乘6乘6 那剛剛的話呢 我就不考慮 這個C的話 這個6跟6可以消掉 所以你就考慮什麼呢 考慮A等於B 這個 考慮呢 假跟1 他們那個 發生的情況就可以了 所以呢 這個是等於6分之1 這個在約掉 這是6分之1 這個是 A等於B 它發生的機率 好 那 B事件呢 B事件就是說 B等於C的時候 那B等於C當然也是6分之1 這也是6分之1 跟這是一樣的 好 再看這個P A交B 那P A交B什麼意思 就是說 A等於B 而且B等於C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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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所有的狀況處就是 假有6的情況 乙有6的情況 丙有6的情況 然後現在是 假跟乙一樣 而且呢 乙跟丙一樣 就同1同2同3同4同5同6 有6等情況 6就約掉了 這是36 36分之1 所以這個就等到 這個就等到 這個就等到 這兩個加起來 就3分之1 6分之1加6分之1 3分之1 減掉多少呢 36分之1 那這個等於36分之多少呢 12 12減1的話 就是11 所以第一小題 答案是36分之11 這是第一小題 再我們看看呢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它是說 A小於等於B 而且呢 而且呢 小於C 那這個的話 我把它分兩種情況 分兩種情況 就是說 A小於B A小於B 而且呢 B小於C 或者什麼呢 或者什麼 A等於B 這個是或的意思 A小於B 或者A等於B A等於B 而且呢 小於C 把它分成兩種情況 那這種情況的話 我就說 A式鍵 這個叫A式鍵 這個叫B式鍵 這個叫B式鍵 那個B式鍵 好 那A式鍵呢 它的距離多少呢 A式鍵呢 它的距離 就是NS嘛 R分之NA N 那NS的話 就是說 這兩個 它直出來 有六種情況 它有六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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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六種去法 總共有6的三次方 6乘6乘6 總共的狀況數有這麼多 然後 A式鍵這種狀況的話 就是說 A組出來 小於B小於C 那你可以把它看 看的是六個點數 就一到六 六個點數 你隨便 六個點數 隨便取三個點數出來 那三個點數出來的話 那最小的就給A嘛 第二小的給B 第二小的給B嘛 最大的就給C嘛 那這個就是一種情況 這個是 一對一啦 一對一對一 就是說 你六種情況呢 六種 六種點數啦 你取 三個點數出來 取出來以後 那種情況呢 會對應到 某一個這種情況 比如說 你六個點數 取三個出來 這三個分配什麼呢 分配是 二四五嘛 或是 四五二 四五二嘛 不做排列 四五二嘛 那四五二的話 二這個點數 就給A嘛 四這個點數 就給B 五這個點數 就給C嘛 所以這種情況呢 就對應到 A小於B小於C的一種情況 所以這總共的狀況數 就等到 六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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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個呢 是 PA 這樣看喔 這樣看的話 這個PB PB什麼東西 這個應該什麼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說 它機率就是 A或B嘛 那A或B 本來應該是 PA嘛 加上PB嘛 啊 減掉多少呢 P A且B嘛 那A且B是空集合 因為這兩個事件 是負次的 當A小B的時候 A就不可能等於B嘛 所以這兩個事件 是負次的 所以它沒有交集 也就是說 這個是空集合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B 這個 B事件 它的機率 B事件的話 就N S嘛 分之N都三 NB 但是我們知道 這是6的三次方 那NB的話 這種情況是什麼 是 A跟B呢 是同一個點數 那C的話呢 是比它大的點數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看成 看成是一個 一個號數 這一個號數 這一個號數 那C的話 可以是1到6 那B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1到6 那等於什麼呢 等於是 你6個數齁 取兩個出來嗎 取兩個出來的話 那 比較小的數 就給了這個 比較大的數就給它 所以它們的話 是一對一對的 也就是說 它的狀況數 跟它的狀況數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C6取2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等於多少 這C 這個是等於 C6取3 等於多少 6乘5乘4 3乘2乘1 這消掉 5是20 這是20 這是20 然後呢 這個多少 這個是 C6取2 C6取2 等多少呢 6乘5 2乘1 2乘1 2乘6 3乘5 15 好 這個3515 這個是等於15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曉得 這個 PA加PB 這是空機核 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 6的三十方 216 216分之20 那加多少 加15 所以這個等於 PA4B 這等於 216分之多少呢 35 所以這題答案是 216分之35 第一小題是 36分之11 第二小題是 216分之35 226分之3 216分之15